各位早晨 我不是很多時間可以看書 但我每天上班下班乘地鐵 來會合起來要兩小時 那段時間我會看書、報紙、雜誌 我早前看完一本Agatha Christie的小說 其中一本我還沒看過 我忘了看了變本 跟乘飛機有關,我忘了名字 我剛剛看了不久的一本 叫做Anything you can imagine Peter Jackson and the Making of Middle-earth 說出《魔界》三部曲是怎樣拍出來的 在這本書中他不停提到 Peter Jackson之所以有機會去拍《魔界》 一個這麼大製作的電影 其實是因為他拍了一齣電影叫做Heaveny Creatures 這齣電影很多人喜歡、很多人稱讚 他很多時候 例如跟電影公司介紹他自己 去Pitch一些project 或者找一些演員去參與他那些project 他就會傳 Heaveny Creatures 的錄影帶給人看 因為他在這齣電影之前 他經常拍了一些噁心的電影 喪屍電影、怪獸電影 Bad taste 那類型的電影 所以 那些電影就不太方便傳給人看 但是Heaveny Creatures 他就會傳給人看 但我從頭到尾看過 從頭到尾看過 所以出於好奇 我就找了來看 這齣電影 我不記得哪一年 已經很舊了 他的故事是真人真事改編的 Inspired by true story 那類的 你可以當作是紐西蘭版的 高陽醫生 或者是三郎奇案 在50年代 有一宗轟動社會的 案件 有兩個小女孩 14、15歲 那些少女 就是 殺了人 殺了誰呢 我就不說了 你自己看這齣電影 自己發掘 當年很多人 少女 不是應該很清純 紮紮跳 那些 為何會搞到她殺人 所以很多人 心目中 可能是瘋子婆 純粹發神經 瘋子婆 Peter Jackson 他將這個故事 寫出來 拍出來 但是他在這齣電影中 這兩個女生不是瘋子 這齣電影 他很專注地說 這兩個女生之間的友誼 他們的友情 就是 在心靈上的一些交流 他們也創作 合作寫故事 他們很喜歡一起幻想 很多東西 我不再重複 因為他的電影 是有詳細交代 因為他這齣電影還把他們幻想的片段 拍出來 所以他又不是一個 就這樣 直接的 殺人片 他有fantasy的成分 因為說很多他們 腦海裏面的世界 故事發展下去 總之是 某些東西 令到他們 很憤怒 各方面 然後 殺人是這樣的故事 這齣電影 我覺得有幾方面 比我想像中好 有幾方面比我想像中好 首先那些演員 我不喜歡看《同星》 這齣電影有兩個女主角 做的十四十五歲的兩個女朋友 叫做Melanie Linsky 以及 Kate Winslet 即是阿肥基 的 第一齣電影 這齣電影 那時候他不知是十六十七歲 那時候很小的小孩子 我覺得兩個主角都好看 其實我不喜歡看Kate Winslet 其他電影我也不喜歡看 但這齣電影 我覺得兩個主角都好看 尤其是 另外那個女主角 這個阿肥溫 另外那個主角 我覺得是更加好看 那個人的樣子 他的樣子好像很傻 傻傻傻傻傻傻 但是他凶狠起來 他有那種眼神 好像斜斜的那種眼神 所以我覺得兩個女主角都好看 因為這齣電影很專注 就是講他們兩個人 之間的 那個 connection 他們兩個之間的感情 我覺得是可以用的 因為這齣電影有一些片段 說到他們 被迫要分開 我覺得 我很理解 我覺得好像很痛苦 好像有一點心說 所以是work的 他說這兩個人之間那種 關係 他們兩個人之間那種 就是 有一點曖昧的友誼 我覺得是work是好看的 所以這齣電影 由頭到尾就是講這兩個女生 所以我喜歡看這兩個女生 變成整齣電影 基本上 娛樂性已經 保證了 因為我就是喜歡看這兩個 所以是work 至於他那個兇案 的成份 亦都是非常好看 因為這齣電影除了這兩個女主角之外 他們會 我剛才已經說了 他們會殺人 這些不算穿巧 因為他 Based on true story 和任何 說這齣電影 都會看到他背後有一個兇案 他有一個兇案 當然是有victim 做victim的角色 我覺得亦都是做得 非常好 所以去到 那個 兇案 就快要發生的時候 我不是 怕血腥或噁心 這齣電影去到那個位置 我已經感覺到這齣電影不是一齣噁心的 不會撞腸出來的 不是走那種路線 但是 我有種感覺是想 不看 但不是噁心 而是 哎呀不要啦 那種感覺 如果你看這齣電影 是看到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那齣電影已經是相當成功了 最後那件事就發生了 是有一個兇案 就是 整體的感覺 你不會覺得整齣電影在看一齣電影 這個就是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那個問題 我用了兩個多小時 看一個我很討厭的人 那種感覺不愉快 你明白嗎 但是這齣電影就不同 她是有一個兇案 這兩個女生 她也是瘋瘋的 她是接近喪 其實有一點 但是 由頭到尾 我不會覺得 不喜歡她們 不會覺得 不想看她們 我是覺得有追看性 有娛樂性 我是想繼續看下去 我關心這兩個女生的命運 然後到最後 發生了這件事 我也不會覺得 這兩個人真的很恐怖 有一點 有一點心寒 但是整體的感覺 不是覺得 嘔心惑噗 而是覺得 真的很可惜 是一個悲劇 如果這齣電影是想 表達這些感覺 她是相當成功 當然這齣電影也不是完美 因為如果你說 說 兩個女生之間那種 有些曖昧的關係 其實有很多其他電影是比這齣電影好 她不是下女有罪 我會覺得是 A 我覺得她還未到達那種程度 但還是挺好看 如果是說 兇殺案 又或者是懸疑成份重的那一類型的電影 亦有很多其他電影 又是好過她 如果跟最頂級的電影 她還未到達那種程度 但整體上是不錯的 所以這齣電影 我覺得是可以介乎 C加和 B減之間 是一齣值得看的電影 所以我也是相當推薦 而且你出於好奇也要看 可能沒有這齣電影 就沒有 Peter Jackson 拍魔界 可能這是電影歷史上 沒有其中一齣拍得最好的 三部曲 我覺得是很值得看的 我看完這齣電影之後 我有計劃 要看那齣 The Frightener 我看那本書也有提 The Frightener 我以前小時候 經常在Blockbuster 我都看到 我有想過買 因為她的封面弄得很漂亮 我記得有些白色 然後有個怪獸頭 但我從來沒有看過 那齣我也有點想看 之後我會找那齣 來看看